主啊,我们就透过敬拜去高举上帝 我们就再次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中心 令我们可以再次经历上帝的爱重生得力 让我们一起去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主啊,多谢你招聚我们回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 当我们进入敬拜里面的时候 你渴望得着我们的心 就求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可以专心一意地回到你的面前 去敬拜你,跟你相遇,跟你结恋 求你帮助我们,奉主名求,阿门 邀请大家一起站起身 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去开始今天的敬拜 预备,三,二,一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事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 曾被杀色羔羊是配得全并,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沖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重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及着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上帝啊,你就是那个掌管天地万有的全能神 天地的万物都要来敬拜你 连你都全权地去掌管这个敬拜的空间 我们要大声高举你的名 将你的荣耀都归给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一次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荣耀 请拜承你又求此荣耀 有荣耀的求定在这里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一起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这里又荣耀 请拜承你又求此荣耀 有荣耀的求定在这里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镜 availability 你在这几乎的火候地 心灰今才永彩地 numè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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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望着你的左轮光照耀 玩火在分裂的荣誉 甚至故意终于两层心 是在 现在 拥在地之外 永活的主啊 你的国度有荣耀 有医治 有光明 有自由 我们要以喜乐的心 大声地开口赞美你 我们就一起让赞美的声音 充满这个空间 我们一起高举你的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致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尽快尽力入宗水永留 有何必祝你在这里 我们一起举手赞美他 祝祝你我好听 祝祭今才勇在地主 祝祝祭拜你的圣花鼓 摇摇飞飞飞飞飞 祝你几日草入光照耀 万化在团地的荣誉 全球此福音 整天 big country Chis 他也能 Bradley Pey votre 祝祝你我好听 祝你祝你eli 那何必五 我好听 速度的 共一祝兵俩成心 实在精彩 勇赛的志望 真是祈祝的目的 实在精彩 勇赛的主 真心精彩的大圣花鼓 咬咬被吊致 让你的人作用光照耀 让我散散你的荣誉 全世界共一祝兵俩成心 实在精彩 勇赛的志望 主啊 你贵得一切的赞美和尊崇 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比 慢慢地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 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要敬拜你 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要荣耀主你 我们就一起赞美主的圣意 赞美主的荣耀 我们也得一切 outstanding 主要是为了要动作用ky 身份预线你 身份领腆 我們atk主的圣鉴 对你儿也不够 dile下来 imme' 祝祢是神殿 为了一切尊崇与尊美 永远尊贵 永远永悲 我们千万富富 清白 祝祢是神殿 从永远到永远 不改变 我的团队 何在容泪 我们千万富富 清白 主啊 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全人全心降伏在你面前 你就是那位知声知荣的大光王 所有的荣耀都是主你 我们在你面前就要谦卑 降伏在你面前 主啊 求祢就赐我们一副谦卑的心 耶稣 你是何等生且美丽 万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 耶稣 你三向白 耶稣 你是永恒 明凉成行 荣耀尊贵再来君报 耶稣你是何等圣洁美丽 万人就无人能与你相遇 耶稣你是永恒明亮诚心 荣耀尊贵再来君王 祝你是圣洁美的一切尊重 与尊贝永远尊贵永远若美 我们千倍夫妇敬拜 祝你是圣洁美的一切尊贵永远 祝你是圣洁美的一切尊贵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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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祝你是圣洁美的一切尊贵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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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祝你是圣洁美的一切尊贵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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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永远贵永远贵永� 祂遮住自己 主啊 我们在祢的圣洁面前 我们都真的会觉得害怕 会很想躲起 我们会不敢见祢 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污蔚 意识到自己的卑微 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是一群罪人 我们得罪了主 我们知道自己有了 但是主啊 祢的恩典同样临在我们当中 祢在十字架上 用祢的补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主啊 是祢救赎了我们 是祢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主啊 祢是我们的唯一 唯有祢在我的生命中 祢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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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宝血洗净了我新的生命 我永远想要有祢的生命 祢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我们真的很需要祢 很需要祢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是祢在十字架上用重价熟悔的 祢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主啊 这个恩典 这个属格是我们比不起的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物可以拯救我们 祢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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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奇妙走位 在我生命中 因你的世界 我活着 因你的世界 我在生 因你的大能 掌尘 释放 你奇妙走位 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很想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但是有时 我们都会觉得很困难 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很多声音教我们追随自己内心所想 也有声音会慢慢地将我们从你身边带走 我们很容易 会被这些声音掩盖了主你的声音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向主祷告 告诉天父听 我们很渴望尋求祂的声音 我们很想亲自听到祂和我们说话 我们很想分辨到祂的声音 我们一起告诉天父听 求祂帮助我们 祂帮助我们做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啊 我们很想回应祢 主啊 我们很想寻求祢的声音 我们是一帮无力自救的罪人 得蒙祢的恩典被召入祢的国道里面 我们很渴望我们的生命是跟着祢的声音去行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赢得的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的罪 我们的羞愧都已经盯着在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坦而无畏地回到祢的声音座前 祢是在祢的声音座前 祢是在祢的声音座前 看见祢为我所预备 望着太起立 主啊,我们在祢面前,不再害怕 我们可以跟随祢的声音去行 祢的坏语是我们人生的方向 主啊,因为祢的实价是实价 所以我们是德性的 到信价肉业与神民 因你的世家我活着 因你的世家我操生 因你的大能长城采是法 你取掉错位 在我身体中 因你的世界 我活着 因你的世界 我在身 因你的能 成全是好 你取掉错位 在我生命上 因你的世界 我活着 因你的十字架上 已经胜过了死亡 胜过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东西 主啊 你是大能的各位 我们要用尽我们的所有 去敬拜你 我活着 也许要走位 也许在我的生命中 我要踩紧 借记你心跳的声音 持续如你 无法如你 跟他均匀 我活着 我活着 向你 放手 向你 放手 向你 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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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您的心意 主啊 我们想尋求你的声音 所以主 求你 就赐给我们 有熟灵的胃口 令到每天 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着我们 共生的生命 我要你的手 你记住对我的心意 我心和往 荣耀如你 圣洁如你 基督 干肃 我真属于你 我心 荣耀无趣 请把你 跟随你 勇敢在你手里 我放下自己 我心 荣耀无趣 尽快地 跟随你 勇敢在你手里 我放下自己 我要念经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此时如你 无法如你 更靠近你 我祝福 我祝福 像你 奉上的声音 我要听说 你记住在我的心里 我心和往 荣耀如意 圣洁如你 圣洁如你 祝福 跟随你的拜领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翻回你 起初 创造我们的美好 和秩序里面 我们很想生命 可以彰显到 主你的荣耀 让人可以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看见主你的样式 亦求你 保守一阵 港道的时间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 听见主 你对我们的说话 奉主名求 阿门 听见主我们可以坐下 好 那就是刚刚敬拜一队 透过诗歌 去到预备我们的心情 去进入我们今天 去听上帝的话 那我刚刚 主席又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其实我们能够回来教会 其实是上帝亲自去招聚我们 其实每个礼拜 大家回来主日 崇拜 去听道 去唱诗 其实都是上帝亲自招聚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很需要 平日我们一至五 可能在学校 在很多不同的场景 有很多的声音 去告诉他们 我们要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但是他每个礼拜 他去招聚我们 回到神的家里 很想透过他的话语 去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身份 我们这个永生的身份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 在生活中去活出 去见证 我开心今晚能够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也想和大家 分類一件事 就是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 他是读关于文化 语言的 他就做一个 大学不是很流行 会做project 做project 他就会研究一些文化 他就很特别 他不是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 他就很想研究 在香港 在香港的基督徒文化 他就有一些 他就寄了个questionnaire 有不同的问题 去让别人了解 究竟基督徒 香港的基督徒有些什么 我记得他有一题的问题 因为我也有帮忙做 有一题问题 他讲到 对于你立刻想起 基督徒的口头禅 或者他通常的用语里面 有哪几类 他里面有几个option 我最后问他 他哪个option是最高的 我不知道大家 心里面会否已经想起 其实基督徒通常 会讲什么的字眼 可能给你们想一下 三、二、一 不用答我的 其实他研究的结果就是 原来感恩或者感谢神 这个字眼 在基督徒当中 是经常出现的比例 或者比率是很高的 不知道 刚刚分享过往的故事 对你来说是有什么体会 会不会你 作为基督徒的你 可能你都会说感恩 或者你在小祖的里面 又或者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都可能会经常说这个字 但是呢 这个感恩或者感谢上帝 这个字呢 其实只是一个口头禅 一个习惯了的 一个习惯的用语 还是呢 其实感恩 对你来说 其实是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呢 其实呢 我们就会透过 圣经一个懂得感恩的生命故事 去呢 透过一会儿来读的经文 去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 那么呢 我们一起呢 先去到读 接着来的经文 今天呢 和大家去分享的经文 就是在 《路加福音》 十七章 十一至十九节 那么我们呢 就一起去到读 以下的经文 准备 三二一 起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奈华风的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高声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汉宴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吸制施擦汗 他们去的时候就结症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 又苦服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结症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爱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上帝吗 就对哪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够了你了 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先 唱天父 多谢你 你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以至到我们能够去体会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 也都藉着你的爱子基督耶稣 去拯救我们 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重新的身份 作为你的疑虑 伯母一会儿 在一起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道是被称为生命的道 愿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 愿我们在心中的圣灵 都去到被我们有提醒 也都被我们有专注 也都祈求 当中如果有累 或者可能有很多事情烦恼的时候 求神你都离开一切 以至我们能够在接着我们的时间 去体会上帝你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教导 求你给他帮助 那你听我们的讨告 以上讨告 逢JSO基督圣明球 好 好 那呢 今天的经文 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 就是关于一个十个大麻封被医治的故事 那一开始 很想跟大家去分享 头半部分 就是头一部分的那个经文的内容 那呢 经文一开始就说到 耶稣就去了耶路撒冷 那他经过一个地方 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尼 那他就说到他进入一个村里面 就遇到十个掌大麻封的人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 大麻封的概念是什么 知不知道其实掌大麻封是什么回事 那其实呢 在香港呢 我估计是没有 应该没有 大家没有见过 那但是其实呢 在昔日呢 掌大麻封是一个很难医治的病症 那其实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那其实他有很多方面 都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 或者是成为生命 在社交的上面呢 因为他掌大麻封呢 他是很高传染性 那所以特别在当时 正确实在耶稣的时代 医学不昌明的底下呢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防疫啊 这些设施啦 那所以呢 其实他们是不可以正常的生活 他们会被归类在一个 就是掌大麻封的地方啦 要被隔离啦 远离人群的 那他们身体上面的特征呢 就是他们皮肤呢 会是严重溃爛啦 是的 那那个伤口呢 会不断呢 因为会被感染啦 可能会发炎啊 会反复这样有恶化的情况 那他们的面部呢 可能是因为 掌大麻封的缘故 因为他会发到全身都是的 那他的面容啦 或者他的容貌呢 其实都是 就是 不是那么得体啦 那所以呢 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 他们都觉得自己 不漂亮啦 很仰臭啦 或者是没有自尊 甚至呢 很多人见着他们的样子 外表的时候呢 都会被人去藐视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属灵 或者在当时的宗教层面去想呢 其实掌大麻封的人呢 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 很无希望 很无盼望的人 因为呢 在当时呢 当你患了大麻封 或者有其他疾病 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立刻想 就是这个人呢 是因为犯了很大的罪 所以呢 被上帝去惩罚 以至到呢 他患大麻封 所以在他心理上面 或者在他的属灵的层面上面呢 他会觉得 哦 其实我是被上帝惩罚的 以至到呢 他其实在 跟人的关系 和上帝的关系呢 他都是觉得被拒绝 被推开门外 甚至呢 其实在当时 有一些的文献去表达呢 其实当大麻封 那么他都要继续去 出去寻食 因为他都要生存的嘛 虽然他有疾病而已 那可能他要在街上黑食 或者在远处要去到 拿别人的支援的时候 但是他又不可以接近人群 那么他要怎样做呢 那这些文献就说 原来他们经过在街上 准备要出去黑食的时候呢 他们一帮人呢 可能就会是 对着人群就大叫 啊 我不结症了 我不结症了 他很想呢 去大声和别人去说 我是一个不结的人了 我是一个很骯髒的人了 那么你们快点走开吧 那么他要自己去说 这件事 觉得自己不结了 以至于别人去 跟他有保持距离呢 其实这件事是一件很 羞耻啦 或者是觉得很被拒绝的一件事 但是他要这样去 挂自己的倉巴 去让人去 跟他有一个距离 那么其实呢 这些呢就是 掌大麻疯的人 在当时 他要面对那种 与人啊 甚至与上帝呢 有那个很大阻隔的一个情况 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呢 就再去进入经文 去了解一下 是的 那么这一道十二节呢 就说到耶稣 进到他的村子 遇到十个掌大麻疯 刚刚的表达 或者给你们去理解 大麻疯的情况呢 就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远远地站着 因为呢 他们是不可以接近人群的 那么当时呢 其实 他们去呼求耶稣 因为我相信 是当时 他们也有听过呢 就是 耶稣是愿意去医治人 甚至呢 他过往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耶稣是医治过麻疯的病人的 他甚至去捉摸那个大麻疯的病人呢 以至于他得医治 所以可能他们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呢 那么当他们知道 哇 耶稣经过他们所处于的地方 一个麻疯村的地方呢 那么他就当然要走出来 很想呢 希望耶稣去祝福他们啦 去帮助他们去医治他们 那么他们就叫了 他们就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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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那么呢 他们就很想呢 得到耶稣的怜悯和医治 那么他们叫耶稣做夫子呢 其实 夫子这个字呢 英文是master的意思啦 那么其实是 代表着他们视耶稣是一个 当时的用语呢 就是他们视耶稣是一个 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觉得他是一个先知 或者神人的角色 就是觉得他是 有点的能力 又未至于法术的 但是有能力去医治 那么呢 所以呢 他去乞求 或者他很想耶稣呢 去给他们有怜悯和同情 他们去帮下他们的 那么这十四节就讲到呢 耶稣汉见 是的 那么其实在经文的里面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 当耶稣那个的汉见呢 他不是就这样看完就算了 可能我们人呢 就会看完就算了 但是在很多时候 在圣经的里面呢 耶稣的汉见呢 是带着一个怜悯 还有有行动的一个 正如呢 可能你有听过呢 就是耶稣呢 看见他们 就是那些人困苦流离呢 他就去怜悯他们 他们会去做很多的神迹 去帮助去医治 相信呢 耶稣去看见这十个 掌大麻风的人 迎面而来 他呢 就动了怜悯的情 他呢 就去 和他说 说一句话 就说呢 和这十个掌大麻风的人 说 你们去吧 你们去将身体吸制尸 刹汗 那么你不知道会不会问呢 为什么耶稣是 没有直接说 你得医治了 为什么要他们去找制尸 刹汗呢 其实过往耶稣都医治过大麻风 为什么他不即时去摸他们 一次过摸十个人 那么就完呢 那么原来得我们了解多一点 其实不是耶稣 没有能力一次过摸十个人 这个情况 而是他很知道 对于大麻风的人 刚刚说过 其实他们是比社会 比当时的社区 很隔绝的 就是他和人可以有关系 那么如果他们要回到社会的里面 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见祭司 那见祭司是做什么的呢 原来祭司是一个当时官方 去到说和别人通过 可能会给一张康复 官方的康复证明 指给他们 说你已经从大麻风这个病到康复了 要得到这张的证明 被祭司签了 给他看过 你真的结症了 才可以得到这个康复的证明 以至到他能够拿着这张纸 和别人说 我已经好了 我可以回到这个社区 可以和别人去连结这件事 所以其实耶稣 这里 他没有直接说你得意志了 而是叫他去找祭司策汉 原因是他看见 其实这帮大麻风的人 除了要得意志 他更加体会 去怜悯他们 就是他们都需要和别人 和社区去连结 所以他叫他们 就去找祭司策汉了 那你就去得意志了 另外其实你看到 十四节去到讲到 他们一去的时候就得结症 其实刚刚讲到耶稣 说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策汉这里 其实是用着一个命令的语气 其实耶稣在这里 不是单单只想让他们知道 你们会得意志 而是当中这个命令的语气 是对着这个十个大麻风的人 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 想看看他们究竟信不信服 耶稣所说的说话 那我们看到 十四节很清楚说到 他们就立刻去 而去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结症 其实平时我们会去听 或者大家都听这个故事 很多次 可能很多时候会说到 这九个人 有九个人就没有回去感谢耶稣 只有一个回去感谢耶稣 好像说到那九个人 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事 他们都是很坏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十四节这里看到一件事 就是 其实这十个大麻风的人 他们都是呼求主 而他们同时都用信心去信服 还有行上帝的话 那究竟 我们平时去说那九个人和那一个人 那种不同之处 或者上帝要我们去看的是一件什么的事 那我们可以接着去看看 其实作者 《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 他在十二至十四节 他可以好像电影那样 一开始就 是focus在那十个人当中的 就是拍电影那样 十个人都在呼求耶稣 那之后呢 去到十五至十六节 就好像拍电影那样的情况 他就close up到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一个萨玛利亚人 那么close up到这个萨玛利亚人的时候 其实作者是要我们去留意 这个人有一些的地方 或者一些的举动 是跟那九个人是不一样 所以要我们去专心留意 十五节了 他说到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接着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 那么在本身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这个已经好了的意思 是说他已经结症了 甚至这个的原文是很强调这个人体见 他的医治是来自上帝的那份医治 这个人的体见其实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动建 或者一个的拆汗 这个的拆汗是说他知道他所得到医治的 是来自上帝 借着耶稣所给的恩典 之后我们去到十五和十六节 我们会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有三个的行动 作者立刻用三个的行动去表达他如何去表达那份感恩之情 他就用了说归荣耀于上帝 然后又说到他腐伏在耶稣的脚前 并且去感谢耶稣这三个的动词 我相信归荣耀于上帝 在当时的文化 或者当时在撒玛利亚人也好 或者犹太人的眼中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 因为他们都很相信 有一个上帝 有一个神 他会去归荣耀于上帝 但是在十六节 他这个撒玛利亚人 去腐伏在耶稣的脚前 去感谢他 其实不是一个寻常 当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因为其实他在腐伏耶稣的脚前 和感谢他的这个举动 其实就好像一个仆人 跪在一个王的面前 他表达那份的谦卑 视耶稣是主人 觉得耶稣是那位配得赞颂 和尊崇的一个举动 刚刚说的 其实这个人 他说见自己已经结症 其实是一个熟灵的动见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个人 他去跪拜耶稣 去感谢耶稣 他特意去说到 主角是耶稣配得尊崇 其实是一个 和那九个人很不同的 是他看见的 原来耶稣不单单是那位先知 不是单单是先知和神人 而是他看见耶稣基督 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尼赛亚 其实撒玛利亚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或者其实路加的路加方文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去到说到 一些撒玛利亚人或者外邦人 去得医治的一个重点 相信大家都有 圣经里面可能都有见过 可能有四卷福音书 四卷福音书里面 可能有时候会有些重复的位置 但是每个福音书 其实他们的主题都有些不一样 路加的主题就是他很想强调上帝 藉着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去实现尼赛亚的应许 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单止 只是给犹太人 更加是临及给外邦人和万民 这个是路加方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其实撒玛利亚人 刚刚说他有属灵的动建 他去看见原来耶稣是那位的尼赛亚 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 而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约翰方文里面四章 有一位井旁的撒玛利亚夫人 他有说过一句 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尼赛亚 他要来到去拯救 并且他要去应验的 就是一个尼赛亚的预言 就是他说会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 鼻老的会得释放 颗眼的会得汗见 并且叫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 其实内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他看见他自己已经得洁症 他回来感恩 是因为他跟那九个人不一样的 他因为留心去体会 他准备去找祭司 看到自己身上的大麻风好了的时候 他不单止看见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他更加是体会原来 他刚刚所遇见的那位耶稣 不是夫子那么简单 而是那位的尼赛亚 原来那位的尼赛亚已经来了这个地方 是那位与人同在的那位上帝 是的 弟兄姐妹 其实这里他告诉我们知道 这位的撒玛利亚人就是 跟那九个人不一样 就是他很留心体会 他身上上帝的工作 以至到他能够去体会 原来上帝的恩典已经忽然 这样临到在他的身上 以至到他很想去感谢 或者去回来归荣耀给上帝 甚至可能我们有时候 都会生活有忙碌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去充斥着我们的生命 可能是你的学业 人际关系 甚至可能你家里的一些事 以至到我们的目光 只可以停留在一些问题难处的里面 有时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的信仰 或者我们的上帝 是那位与人同在的上帝 是那位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上帝 但我们有时 可能就好像那九个人那样 我们有时得到医治 或者得到他被帮助 我们都不是很觉得 是上帝的工作 就是觉得是一件很偶然 很巧合得到的一件事 忘记了其实上帝一直是和我们 有那份的关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工作 如果当我们很少去发现 或者被很多环境去充斥着的时候 我们的确很难发现 其实上帝是离开这个教会 在我们的家里 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原来他都是和我们同在 去成为我们的帮助 给恩典我们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很难去发出感恩 或者去看见上帝的作为 很想分享一个清少的故事 我认识一位清少 他在高中 中四五的时候 就没什么时候回教会 因为他升到高中的时候 他和你们一样都是 可能是小时候就回教会 他回教会回到一个点 就是觉得 其实我经常都说 我信上帝 或者回到来 又说很多关于上帝的事 但他不太觉得这个上帝很真实 之后他在中四五的时候 他就决定不再回教会了 他就回到他日常的生活当中 但是在高中的里面 他有一些的难处就是 高中的你们 就是在座 我想你们都会面对很多 学业的压力 可能有很多人制的关系 人越大就 遇到更加多的问题 他心里面都很烦躁 但是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可以解决 他读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来的 他也有参与一些球队 校队的一些体育活动 他说有一次 他有个体育老师 即球队的老师就约他见面 他说这个老师平时很少约他 就是打球就打球 突然不会约他 有一次约他见面 去谈的时候 他说这个老师很特特关心他 属灵上面 就是要不要回教会 为什么不回教会 他一开始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老师突然间 这么关心他 要不要回教会这件事 但是他听着入心 听着入心之后 他就回家去想 其实我现在都真的很乱 个人有很多压力 又不知道在哪里抒发 他就去安静的里面 他很体会的是 他问这个会不会是上帝 透过这个老师 去跟他说的一件事 他去认定这件事 甚至他说当初这个经历 当时这个经历 给他体会的就是 的确他以往 平日每个礼拜 回到教会 常常都说上帝 是跟他一起陪着他 他在那一刻很体会的就是 原来上帝 在这个四面墙的教会以外 都是看着他 都是那位 去知道他的需要 去猜派一些的人 就是可能那位的老师 去提醒他 其实你会不会 回来教会 或者去找上帝 去成为你的帮助 其实自那次之后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是因为他回来小组 去说回他这件事 在当时他回来教会之后 他的确觉得 在教会的里面 去继续去参与小组 在诗歌 在上帝的话里 他有一些提醒 他很感受到 原来上帝的同在 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 而是在他的生活里面 可能就是在他的学校当中 他的家庭当中 甚至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也是帮助 和会看着他 去带领他 帮助他 他现在都 因着当时的缘故 他都慢慢稳定 回来教会当中 并且他都会参与一些服事 我相信 这个青少的故事 就是很体会 原来 我们有时就可能 好像那九个人 我们不懂得感恩 或者不懂得去 明白上帝是真的 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是因为我们没有 好好去静下来 去体会 其实上帝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一点一滴的一些恩典 或者是一点一滴 都是他和我们同在的上帝 希望这个都是 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都能够去 多一点去仔细拆看 当你去拆看的时候 你真的会体会 上帝是那位 愿意同人同在 并且是 时刻帮助我们的神 好 那我们接着来 去到第二个点 那我们就接着来 去到下面那一部分的经文 15-19节 好 那在17-18节 我们见到 当这个撒玛利亚人 回来 去大声归荣耀 给上帝 或者有苦福在上帝的面前 去感谢他的时候 耶稣就 和他有一个对话 在这个对话里 他说到 是带着一些扎臂 他说 结症的不是有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去了哪里 为什么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 没有人回来 去归荣耀给上帝 不知道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那个疑问就是 明明就是 耶稣呢 他亲自跟他说 你们去找祭司了 去找给祭司拆汗了 其实没有要求过呢 这十个人要回来 去到 要归荣耀给上帝等等 这里会不会像耶稣 有些无理取闹 是不是有些小器呢 这样 那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 都是说到 耶稣虽然他是一个人 但是他也是有神性 他是知道 人心里面 所想 所想的事 其实耶稣这里的责备 为什么要责备那九个人 在哪里呢 因为他看到他们 心里面的那份 那个心里面 所想的东西 或者那份的渴望 他看穿了呢 原来那九个人呢 很急急要去找祭司呢 其实得到医治呢 其实他一心呢 这九个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 而不懂得感恩的心态 的确试想想一下 那九个人呢 他的心里面 一直渴望的是什么呢 刚刚说过了 那十个大麻蜂的人 他们的生活就是 跟人 跟上帝有左隔 很理所当然 可能是会觉得 很想快点去到祭司那里 让他们去承认 他们是已经得洁症了 那可以快点去跟人 跟这个社区再联监 但是呢 但是呢 耶稣在这里的责备 是说着 他们呢 去到 是上帝的恩典 是一种自我的满足 当他满足了 上帝的恩典满足了 他们的渴望之后 就将神抛诸路后 责备他们忘恩的心态 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有些似的就是 我想你们都会有得到 爸爸妈妈给的生日礼物 或者其他人给你的生日礼物 假设呢 这个情况就好像是这样 当爸爸妈妈给了一份 生日礼物给你 那你是很想得到的 你拿了 你当刻可能都会说 可能说 多谢你啊 这样 但是之后呢 可能你就会说 你开始就去沉迷 可能你就会玩 你的iPad也好 或者你的手机也好 之后呢 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跟你说 喂 你不要整天只顧着看手机 也要做其他人 那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说 什么呢 这个你给了我的了嘛 我的了 这件事是 是的 其实这一样的情况呢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的确是得到一些的满足 他们得到 由爸爸妈妈所给的礼物 的确是很开心的 或者当刻呢 他都很感谢 或者多谢爸爸妈妈 给他这份礼物 但是渐渐呢 其实在他体会的时候呢 他们这份的多谢呢 其实是一种 自我中心的满足 因为呢 他忘记了 其实他得到这份礼物呢 其实本身是他 不能够自己得到 可能是 爸爸妈妈那份 恩情也好 或者那份额外的 爸爸得来的礼物 上帝 或者耶稣基督呢 在这里 那份的责备呢 其实都是说 在问这九个人 他们呢 好像拿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呢 他们好像只是为了 觉得满足了自己 那就算了 所以呢 他是在责备着他那份 自我中心的那份 亡因那份的心态 那我们又去 接着来看看 就是这九个人呢 他就是 不懂得去感恩 感谢上帝 那究竟另外一个 这个的撒玛利亚人 他的心态 或者他为什么会急着 急着地回来找耶稣呢 可能你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啊 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 不可以呢 他先去找祭司 他找完祭司再回来 找上帝 找耶稣基督去做感恩的事 或者去感谢他 不是都OK吗 其实当我们再了解一下 当时的文化背景呢 我们会知道 原来这个撒玛利亚呢 他这么急回去呢 要去感谢上帝 那就是耶稣的医治 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呢 按照当时的摩西律法 就好像我们以往 现在没有了COVID COVID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有一些 一系列的程序要做的 就是要告诉你 你是由阳性转阴性 就是你要上报 要通报给政府 以至于你得到健康码 去到回到这个的 就是可以进到餐厅 你可以回学 回工 如果是导师们的话 原来当时呢 按照那时候的法例 是的 摩西的法例 当时犹太人的法例 那个区域呢 那个社区是有这个 的条例的 当呢 你看到你自己得到 潔症之后 不是即时 刚刚说要去找祭司去 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什么 麻风的病菌 这样的 那原来呢 整个过程呢 是为期呢 大概一个多星期 当呢 一个被称为 潔症的人呢 他要被祭司刷汗 去到一个地方 当他初步被判断呢 是传完之后呢 他就要隔离七天 去被祭司去看看 究竟呢 你是不是真的 没有了残留的菌 不会再发出来了 那以至到呢 七天后 看到你的皮肤的表征呢 里面没有了一些 特别的菌呢 那就会被claim做 哦 你是正常了 你是结症了 但是之后呢 还有一个step就是 康復的人呢 要在第八天呢 他要去在圣殿里面 去献祭 去负罪 以至到呢 在第八天之后 献了那个负罪 才去到 告诉人 他的大麻风是 传遇了 他是得结症 以至到呢 他最后拿到 那个呢 官方的 康復的证明 是给到他呢 能够呢 去回到这个 生活的当中 其实那个撒玛利亚人呢 就是很担心呢 如果他去完 那个地方 找了祭司 不立即回来 找上帝呢 他可能要隔 一个几星期呢 才可以回来 回到他当中呢 去找耶稣 去答謝 我想八天之后 或者八天之后的日子 再在圣殿 回来这个区域 去找耶稣 你猜不找到呢 是的 就是找不到了 因为其实耶稣当时呢 其实是往耶路撒冷的方向 其实 这个过程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急急 要回来找耶稣 是因为知道 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呢 他可能就见不回耶稣 找不到他呢 去表达那份的答謝之情 正如呢 刚刚有讲到 其实 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说呢 他不单只是很想 答謝那个 耶稣去帮助他 更加呢 是刚刚讲到 他知道他所预见的那一位呢 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神人 一个先知这么简单 而是他整个的民族呢 等了很久的尼赛亚 是的 刚刚讲到呢 其实 一帮的撒玛利亚人 都是去到期待着尼赛亚的到来 而他呢 就是这样亲身呢 他被上帝 被尼赛亚去医治的时候呢 他知道呢 他所得到的这份恩典呢 不是必然的 是上帝呢 主动去施恩典 以至到他的 能够得医治 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的临座 所以呢 他很渴望呢 就是把握那个机会 立即呢 截反呢 去到将荣耀归给上帝 不知道呢 说到呢 归荣耀给上帝呢 你们会不会都觉得很虚啦 或者觉得 常常都说 要归荣耀给上帝 那其实是什么的回事呢 那我们接着来 又去再仔细点看一下 究竟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他怎么去感谢上帝 他又是怎么去 归荣耀给上帝的呢 在17和18节 那呢 这里就讲到耶稣的一句说话而已 还有19节 对那人的一句说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17、18、19节 好像没有involve 其他人在在场 但是呢 其实原来在当时呢 是有一帮的人呢 是和耶稣一起 因为呢 在第17、18节呢 你去想一下 耶稣用一个反问的形式 他不会看着 如果只有耶稣和撒玛利亚人 他不会看着撒玛利亚人说 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人回来当中 去归荣耀给上帝吗 其实他说这句反问的当中呢 是讲着 原来旁边是有其他人在听着 因为呢 当时耶稣呢 其实是在各城各乡 去到传福音 去到 将这个的医治 这些的信息 或者上帝国临到的信息 去告诉其他人知道 当时呢 起码都会有跟随 耶稣的门徒 还有呢 一帮可能跟着耶稣 抽热闹的人呢 是在当中 经文呢 虽然很简单说到呢 就是 这个的撒玛利亚人 是大声去到 好像只是用一把口 去归荣耀给上帝 但我们仔细一点 待入当时的场景 刚刚讲到呢 其实这帮人呢 跟着耶稣 跟着耶稣呢 是看见 见证着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他一开始 就是那十个人的当中 其中一个 他是一个与人 与神隔绝 不能够呢 去与人接触 甚至是被 觉得他是被神唾弃的 一个生命 但是呢 他们是见证着 耶稣说了一句 你们去找祭司拆汗啦 跟着他就得医治 回到来呢 更加呢 是在腐伏在耶稣的脚前 去感谢他 其实呢 这帮的人 耶稣呢 他去说这句话呢 其实都是告诉 给身边 仍然是在场的人士 可能是他的门徒啦 或者当时 见证着这个事件 发生的人去听 这个的 撒玛利亚人呢 他的确一开始呢 他是一个被上帝 被人去隔绝啦 被退弃的人 但是呢 他因着信的缘故 正如第十九节 他说呢 撒玛利亚人呢 他因着信的缘故呢 就得到拯救 得到被救啦 而这个的拯救呢 其实是说着呢 这个的撒玛利亚呢 是因着信耶稣的缘故 他呢 去得到 跟神的关系的复和 其实 这个撒玛利亚人 去归荣耀给上帝呢 的方法不单单呢 是 只是他只把口去说 而呢 他用他的生命 去折返回来 就是给人去看见 他的生命呢 是被上帝去转发 其实 如果你问 作为患了多年 去大麻风的人呢 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可以给到神 甚至可能他会想 我有什么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呢 或者他怎样去感谢上帝 他没有什么可以给到 钱他不会有 或者他也不是很有才干 可以给到什么上帝 但他所选择的呢 就是他把握机会 他见到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典 得到洁准的时候呢 他就立刻回到 在众人的面前呢 去认上帝 去说给人知道 上帝呢 耶稣基督是那位 能够转发人生命的神 他被人看见的呢 尼赛已经来了 他是那位与人同在 在人的中间 施行恩典的上帝 另外一节经文呢 他讲到呢 原来呢 我们有时想 什么是荣耀上帝 或者什么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呢 在第四篇十五十章呢 五十章的二十三节讲到 凡以感谢献上遗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岸正路而行的 我必是他得着我的救恩 可能你会说 这个萨玛丽人所做的 只是 好像很简单 在人的面前去分享 就是上帝令他的生命转发 由一个被神 被人呢 都是拒绝 隔绝 不被接纳的一个生命 以至到他能够 在人的面前去告诉他 他得着改变 得着上帝的拯救 去有一个 自然不一样的生命 原来 有时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 上帝 得着上帝的恩典 去和人去分享 去讲呢 这个呢 都已经是一个 最简单 或者是上帝去阅纳 归荣耀给他的一个方法 甚至妹妹不知道呢 刚刚说到呢 那九个的人 他的回应是 那位 那个忘恩的态度 会不会你都会有时 可能是那九个人这样呢 觉得上帝给你的恩典 或者祝福呢 是理所当然 是奉旨的 可能你经常都会去祈祷 求神给你有帮助 有恩典 但是会不会 其实你有时求这些的恩典 得着回应 或者得着 那个的回答的时候呢 会不会其实你都只是 很简单 就是说 多谢上帝满足了我 多谢上帝 去帮助我 就是这样就完 会不会这一件事呢 其实都是 你再深一层去想的时候 就好像那九个人那样 只是为了 觉得上帝的恩典 就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呢 其实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比较自我中心的想法去 觉得上帝是要服我 要去帮助我的话呢 你是不会觉得 上帝的恩典是有多么宝贵 相反 这个撒玛利云 他就是看见 他本身呢 是一个 一个很绝望的生命 他遇见上帝的恩典 得着转化 他觉得这个恩典 实际上太宝贵 以至到他会愿意 回去去感谢神的时候 原来这个呢 就是上帝想我们去学习 又或者我们会不会 有时都在想 我们呢 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没什么可以奉献给神 但是呢 经文今天告诉我们知道 要去归荣耀给上帝 或者要去将感恩呢 去归给上帝呢 原来用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 我们愿意去和人分享 在人的面前去 让人知道上帝是与人同在 上帝呢 这一件事情呢 已经是神想我们去做 想我们去归荣耀给他 一个很直接的反应 或者一个回应 那又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自己的故事 那我想之前有和大家说过 就是我18至19年 有一年的时间 在一个地方叫哈萨克斯坦 去短孙 去做宣教的工作 那其实呢 我去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其实在去之前呢 有很多的装备 就是很多知识上面的装备 就是 怎么去到 跟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去对嘴 就是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信的上帝是假的 耶稣基督是假的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那有很多这些的练习给了我 那我也很努力去学 去预备啦 因为想着去到当中的时候 要跟人去讲福音 或者要去见证上帝的 就觉得 我就是要去将这些东西 去告诉那个人知道 要告诉那个人知道 以至到他明白 其实耶稣基督真是真的啊 那在那个国家呢 你要去遇到一个人呢 他愿意听你去分享呢 其实都不容易的 因为呢 在那个地方 你不可以很公开去分享信仰啦 除非那个人主动去问你 那我在那里走如常生活啦 一年这样 那有一次呢 其实很特别 那我去宣教 那我又很想试下 其实在那个国家的生活 就是剪头发是什么一回事啦 那我就去了一间发型屋这样 是当地人开的 那试下 究竟他们是怎样 怎样剪头发啦 或者究竟那里的发型的文化是怎样啦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那我就 认识到一个黑沙克族的女孩 那她在读大学的 那我们很快就熟悉啦 因为 那我认识少许韩文 那她又呢 在学着韩文 那她也在学着英文的 就是那个地方 那些人都很渴望 可以有语言的学习 以至到她可以之后出国也好 或者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那她知道我是外国人啦 那香港来的 那她又跟我去交换联络 去分享 或者不如约出来去见面啦 去聊天啦 那我就当然 二话不说就说 交换啦 交换IG啦 那就约出来去见面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我都在不断祈祷 我说算了 虽然都不知道她 怎样会问我些什么问题的 就是她会问我 我想那一天我要怎么去把福音带给她啦 怎样去告诉她 上帝是真的 耶稣基督是很好的 很想她相信啦 那我就带着这些东西去祈祷啦 去预备那一天要见面啦 那天要见面呢 我们就在一间餐厅吃饭 韩国餐厅来的 哈萨克的韩国餐厅 那在整个过程我也很紧张啦 不知道她会问些什么 或者当我去开宗教或者福音的题目的时候 那怎料她第一句说话就问我 她第一句问我就是说 你为什么一个人自己来哈萨克的呢 那我就呆了 那我又不可以 我想那一刻是不是这么直接就说 我来全福音家这样啦 但是呢又很特别 然后她就再问一句 她说你家人安心给你来的 一个女孩这样来 一年这样读书 那因为呢 其实我自己的生命见证啦 或者我自己在信耶稣 是因为我的家庭 因为破碎啦 因为单亲的缘故 去得到转变 那一刻呢 我觉得上帝或者圣灵 都在当中提醒我 她说其实福音 或者她要见证上帝呢 不只是说那个福音内容 不是说耶稣钉十字架 这些单单是这些的东西 她那个时候呢 上帝去提醒我 我就可以用我的生命见证 去告诉她知道 上帝在我生命的作为 透过这个方式呢 去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那一刻呢 我就很直接去分享我自己的家 就是我说 其实没有教我父母 我都不是很担心我 因为我自己一个住的 就是他们都是很 因为父母离婚啊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很坦白地跟他们分享 那分享完到一个点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一句 他说 我看不出你是这样 接着他就说自己的生命故事 原来他呢 是不太知道他爸爸是哪一个 那因为呢 他在 他就和妈妈住啦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给我的体会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说因为 看不出我是这样的家庭成长 其实在背后呢 我就再去到讲了 就是原来是耶稣基督的转变 给到我 有那份的不一样的眼光 去看我的生命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给我的体会就是 有时候我们去到想 归荣要给上帝 或者要去 去到将福音带给人呢 好像是一件 很头脑知识上 你要去 讲清楚那个福音 上帝 怎么样在十字架 为他钉死 他的保血洗净我们 但是呢 原来 在这个过程 或者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自己很深刻的体会是 上帝有时就是 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一样的故事 可能给你有不一样的遭遇 可能是好的 是坏的 但是呢 这些的转化的里面 或者这些的过程里面 我们恩在有上帝呢 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 或者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去去到interpret 去理解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你再去分量出去的时候呢 原来人呢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体会那位荣耀的上帝 去让人生命转化的上帝 这个撒玛利亚呢 他就是这样去把握机会 去用他的生命呢 去见证上帝的恩典 不知道呢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 会不会今天 透过这个故事呢 都给我们看见 我们呢 归荣耀给上帝呢 都是可以的 原来我们的生命 已经在胜在上帝 一些的足跡 上帝的工作 你又愿不愿意 有时把握机会去到在你 可以 聊到聊天的朋友的当中 可能家人的当中 去分享上帝 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故事 或者恩典呢 盼望呢 都是成为我们的提醒 那我想呢 邀请敬拜队啊 那我们一起 透过一首诗歌呢 去 献给上帝 这首诗歌呢 叫做呢 以感恩为祭 正如呢 刚刚 刚刚呢 我们去看 原来当我们去 多去 察看神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的足跡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能够去体会 哦 原来上帝是那位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当你呢 动得去感恩 看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 你很自然 好像那个撒玛利人那样 愿意去回应 回应上帝的恩典 而这个呢 会是令到你 很单单去知道 我的生命呢 不仅是为自己 而是要为上帝而活 希望呢 我们都以感恩为祭 去赞颂上帝 我们一起去起立 好吗 准备 准备 我们一起去赞颂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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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满身感情 也要上司上 昨夜收拾 情爱见识你大等 你的高牌 往往高散烟 你有风声 亦能收拾 你洗掉背中 让我得意处 愿我再看天人处住 神大别人 态美妙想陪 扭达 远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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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达 远徒 远徒 能够达 远徒 远徒 能够辽力 恰恰 怀才 远徒 能够达 远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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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大别人 态美妙想陪 神大别人 态美妙想陪 回答 万众声声 我要愿意今日 为世欠吉利 并永远 纪念的作为 我们有些讨告的时间 我们一起讨论讨讨论 可能很微小的一些事情 你去到感谢 你去发出感恩的心 正如刚刚经文 他告诉我们 上帝是那位与人同在 其实他在我们生活的 每时每刻 都是在我们生命内 不断去作功 但只是我们看不见 求神去开你的眼 去看见你生命内 去看见上帝 在你的生命内 一直都是工作 一直施恩典 他帮助你 有些时间去思考 亦发出感恩 重点 组织 我想一奏你们再作 另一个的祖告 刚才提到 各位的撒玛利亚人 他就是这样把握机会 在众人的面前 透过自己的生命 去彰显上帝 在他生命里面奇妙 转化生命的一个作为 你又愿不愿意呢 你又愿不愿意 借着你的生命 你去装作上帝的恩典 你被上帝去拯救 甚至你刚刚去到想这样的事 你又愿不愿意 去勇敢地靠着主 去在人面前去分享 他让人看见 这个上帝 不只是说你要相信他 而是他的帮助 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变得不一样 他与人有福王 与自己有福王 甚至与上帝也有福王 去到有一个喜乐 平安满足的生命 你又愿不愿意呢 很想你在这个位置 去跟上帝说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 使命外天父 多谢你 我们的生命本是属于你 你先去到施恩典 施拯救 以致到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在座 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都是重生得救 是属你宝贵的业女 我们有时看不见 但求主 你从今天起我们都很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又从你的眼光去看我们生命的遭遇 以致到我们能够看到 神你不单在教会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些软弱的里面 你都跟我们同在 你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 挣扎困难的那位上帝 当我们去愿意去看见这些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都好像这位撒马利亚那样 发出一个感谢 去用生命去见证你自己 去回应你自己莫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本身都不是 我们去应有去拥有得到的恩典 是你主动去先去和我们去 有一个复合的关系 让我们看到 在你记忆里面 我们能够活得不一样 最后原来去帮助 那你透过你的话语的成果 我们提醒 那你听到他讨告 以尊讨告 奉不住的演奏 基督圣明球 好 大家请坐 现在是 现在 私事可以传奉献袋 因为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 去唱这首歌 感恩 我照顾 在你身边 想和你身边 我感觉 你身边 在你身边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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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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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